业者手持无印刷空瓶 把上方的纸质标签抽出 完整无瑕疵的塑胶瓶就出现在眼前 业者采用100%回收再生塑胶 再制作成塑胶瓶 让循环资源更进一步 为了促进国内塑胶循环再生 环境部规划塑胶容器产品符合纯料 原色 简标签三要素 并且对应使用再生料达25% 可想回收清除处理费 征收最高七折优惠 加速业者投入绿色生产 提出这样优惠 希望更多的业者 他可以来加入我们绿色设计 还有使用再生料这个行列 那也希望消费者呢 多多能够采购我们这样子环保的产品 环境部希望借由实质的鼓励 推动业者从源头设计 就导入资源循环概念 预计在生料于2025年 使用量增加2.4万吨 减碳量可以达到4.8万吨 让经济与环境共沉共荣 这从华厂报道